今天我想要修理一支壞掉的口黄琴 這是越南的口黄琴 有時候口黄琴如果壞掉了 會發現沒有辦法彈出聲音 這時候其實不要把它丟掉 是可以修理的喔 怎麼修理呢? 工具很簡單 只需要一個小錯刀就可以囉 所以找到卡住的地方 輕輕用搓刀磨掉 狗王琴就可以開始唱歌囉 對今天是聖誕節 所以我們來一個聖誕快樂好了 所以如果你的口黄琴好像壞掉了發不出聲音 不要著急 只要拿錯刀 找到卡住的地方 輕輕地把它磨掉就可以囉 但是要小心不要折得太用力 會把它折壞 好,如果你有口黄琴壞掉了 不知道怎麼辦 也可以來找我啦 我可以幫妳看一看 掰掰